哦 人家說就是這個廢物 小子這麵味道如何 要不要 我給你加點料 哈哈哈哈哈哈 這樣味道才香吧 嘗嘗 你們想幹什麼啊 小子張紹今天 書家小姐夫妻大 怕你小子去搗亂 可以啊 我們哥倆來解決你啊 小晴 李翔媽媽 我還在做了好幾分錢 小晴 我願意為你抵罪 入獄三名 等我出獄你嫁給我 我一定會等一會 小晴 等我 張紹和蘇晴大話 怎麼可能 這小子被綠了都不知道 真是可憐的 哈哈哈哈哈哈 小子 聽說張紹 在床上玩的可花了 等你做了鬼啊 你去張紹床邊 你看看蘇晴那個風騷樣 你就信了 閉嘴 我不是你的烏入超 看老子不弄死你 啊 啊 啊 師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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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找死 那怎麼好像是電視上常出現的首部 張辦成啊 張勢集團 公營神帝 撤錯 臨頂天宮 別樹一套 哎 大哥 還有那個 那不是五星上將 蕭戰虎嗎 哎 五星上將蕭戰虎 公營神帝 各送龍鳳玉璧一隊 神帝 鎮守邊疆的四方戰王 因戰士無法前來 特命人送來南部司座城和上億獻金 上京孫家和其他家族也送來禮蛋 這麼多大人 怎麼可能給這個隊伍送這麼大的禮 難道他有什麼了不起大人物 這位大哥 我們錯 綱大都是誤會 您就不要跟我們計較了 是我們外務處 是我們投票的你 別找我紅帽 龍鎮 這是你紅帽的人 你身為紅帽龍首 任由你的手下冒犯神帝 該當何罪 小的管教不言 罪該萬事 請神帝責罚 神帝大人 此物是我紅帽龍首信物 請您收下 以後我紅帽上下任您吊錢 諸位有心了 不過我身份特殊需要保密 以後不准有紅帽龍首 業界幫我查一下 我未婚妻蘇琴在什麼地裏 神帝 您的未婚妻蘇琴小姐 正在君豪酒店 和張家的少爺張陽舉辦婚禮 什麼 是你逼的 我現在就過去 是這樣 啥 那這些禮物 她說要嫁給我 這些禮物全當聘儀送 是 真是祖宗庇佑 讓小晴找到張少這麼好的女婿 以後這些做父母的就放心了 是啊 多虧小晴沒有嫁給那廢物 你看 現在這一段多好啊 有了張家的幫衬 我蘇家在江城的地位 那還不得 尸馬開花結結高啊 這良辰及時可就到了 諸位 下面我宣布 婚禮正式開始 小晴 張陽 你倆朋友願意 相愛相守 白頭偕老 她不願意 那個老改犯 你來這裡做什麼 小晴給你們婚約已經取消了 你趕緊滾蛋 不願取消我 媽什麼意思 是不是你們比小晴嫁人的 一個老改犯 怎麼能跟那張少相親並論呢 小晴又不傻 他怎麼可能會嫁給你呢 你是不是坐牢 把腦子給我撒死呀 當年你們求我頂罪的事 可不是這本態度 那又怎麼樣 當年 又沒人逼你 那可是你自怨的 再說了 你去小晴去頂罪 那是你的福氣 行了行了 人家廢什麼話 讓我了讓他及時 來人哪 這個廢 讓我晃出去 小晴啊 不要你親口告訴我 你當真願意下給他 不 我願意 為什麼 因為張少是首富張辦成的新人 年少多金 他能夠享受你一切 而你 只不過是一個一種二種老改犯 那一次的我 做我的照 你 別想到我替你做了三年了 我曹徒勒換了一句 蘇晴 你真的太讓我失望了 真心能助自己 能夠帶來一場價值百萬的豪華 當初 要不是因為你死成亂打的 你以為我會跟你這種拉斯在一起 哦 對了 當初這個拉斯為了追我 非要說我是還得救命恩人 大家說 他這種追人的方式鬧不死 他能救的人不是 救你 就你 像你這種拉斯也配上本小姐吃的 也在那兒去吃 你這樣做 你腳的 你賴得讓不走歸就想要錢 要錢是吧 不過 貴子媽媽是一群捡起來 就兩種狗叫臉錢弄至你呢 想打我呀 啊 沈弟剛剛查到 當年救您的並不是蘇晴 而是他的同胞妹妹蘇宇 當年因為救你蘇宇小姐容貌近會 所以這些年過的實在不太好 什麼 沒想到 我錢犯了這麼大一個錯 你這個賤丫頭 不是讓你帶在家的布料出來 你這個鬼樣子會嚇著客人呢 媽 我就是 想來看看姐姐的婚禮 哎 真是土包不圖定啊 蘇家這個二小姐蘇宇 和她的姐姐比起來 真的是一個在地下一個在天上呀 你這個小丫頭 你還敢頂嘴 你又在你 任何人會生 你個充手倒肥了 竟然敢對我動手 你還敢對我動手 對不起啊 當年都是為了救我 剩你才 啊 這些年 甚至是委屈的 所以 你嫁給我好了 往後余生 讓我守 你 你見得見不到我 就不意來找一個手法官來修我手 滾開 你見得打我 想翻天不成 我想起 原來當年 才是因為我才回來了 而你這個智障 卻因為救你的人是我 對我百萬貴天 還那麼爽快的答應我做了三年的老 不過還說回來 一個老改犯 和一個醜八怪 還真搬配 還是你 忘記毀了我女兒的容貌 現在想娶我女兒 先拿出五百萬賠償金再說 那 以他現在這個德行 給一百塊都拿不出 下次 喜歡當舔狗啊 舔了 我可以讓這個醜八怪 不行 就算我女兒再醜 領著隨隨便便 跟個阿謀阿狗走 就算我賠償金不要了 你也得至少拿出張少才你的十分之一來 才能把我的女兒帶走 你要是能拿出老子的聘力百分之一 老子叫爺爺 這種貨色 在張少爺講你就是個臭臭 這蘇家的布里 包含一塊上百萬的業務額頭 移動別墅 一輛寶馬車 總價值二百五十萬 這聘力也太好玩了吧 能加點張少長的富少真是太幸福了 這 絕對是江城獨一份啊 是你這個廢物拿得出來嗎 我看你連兩萬五個禮金 他拿不出來吧 這種貨色 在張少爺本身是個臭臭的 二百五十萬 只能叫聘力 我看你還真像個二百五 小玉 只要你願意嫁給我 我保證聘力 遠超他們的大便 你個大言不殘的廢物 這兜裡挺乾淨 你也挺髒的 你要是能拿出老子百分之一的聘力 老子叫你爺爺 好孫子 這聲爺爺 神爺 区区一個本氏首富 也敢如此狂妄 真是不知死活的廢物 老子不妨告訴你 神帝大人 馬上清一一世 我伯父等人 到時候 親自親自 攀上了神帝大人這樣的人 到時候 我們爭奖 不單單在本氏上 而是全國的首富 我的天啊 神帝大人 真是祖宗開眼啊 我說呢 讓我找到這麼好的女婿 是祖宗的庇佑啊 我保證他們爭 沒這東西 你保證 這什麼東西啊 你保證 你是神帝大人 沒錯 我 就是神帝大人 你要是神帝 哎 你別亂說話了 咱倆的事以後再說 你趕緊走吧 小雨 你當初為了救我一面 卻傷害了自己 我只有守護你一生 才能報答這份恩情 相信我 只要你點頭 不管是病人還是婚禮 你能享受到的 都是他們這輩子都無法享受的 和歇 你的臉 我一定為你治好 把地上的錢撿了應該不夠 如果我不夠 我老公再給你 哥 林曉 這場鬧劇該收場 保安保安在哪裡 你還愣著幹什麼 趕緊走啊 等等 放心吧 就憑他們 很奈何 神帝聘禮道 這不是神帝大人坐下的神位嗎 這不是神帝大人坐下的神位嗎 奉神帝是命 特奉上聘禮 雲頂天空別墅以後 蒙奉地片一對 神帝大人 神帝大人也太誇張了吧 這麼貴重的禮品 恐怕只有神帝大人能夠送出 難道他就是神帝大人 神帝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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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聘禮是我送給小雨的力 跟他有什麼關係 小子 你坐牢 把腦子做賞了吧 這幾叫聘禮 有哪一樣是你能高判得起的 真當自己是神帝了啊 你送的 你拿什麼證明 靠你一張吹牛的破口啊 真是可笑之詞 本神帝形勢 需要向你們證明嗎 哎呀 看看看看 這個廢物呀 是幹啥啥不行 吹牛 第一名 小雨我說的都是真的 相信我 這些聘禮都是送給你的 這可是神帝大人送給我和張哨子結婚賀 你這個廢物 連兩萬五的屁也都拿不出來 他敢鬧中神帝大人 誰敢對神帝大人不叫 神帝大人坐下 戰勝 夜姬 夜姬大人 您快請坐呀 神帝大人派人送來重禮 我特此奉上禮丹 你倆還願意喝什麼 還不快拜見夜姬大人 拜見夜姬大人 大人 請替我向神帝大人致謝 感謝他送來這麼貴重的物品 我們呀真是受痛若驚 真的是太感謝神帝大人 你們是誰 我是守護張曼城的侄子 這守得婚妻 蘇晴 今天呢是我們的大喜之日 感謝神帝大人送來的賀喜 神帝給你們賀喜 就憑你們 一配 夜姬大人 您這是什麼意思 難道 哎不是 蘇伊小姐 這是神帝大人給您的聘筆禮單 請念收 這怎麼可能 可是 我不認識什麼神帝大人 夜姬大人 你是不是搞錯了 他一個醜八怪何德何能 神帝怎麼會給他送品 我 我 我不是這類心的標誤會 夜姬大人 您息怒 千萬別跟他一般見識 這個小姐 從小就心智口快 回去就收拾 小羽 那就收下吧 小羽 既然指定給你就收下 好 讓我看看 吃飯 這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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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认识什么神帝大人啊 你们也不想一想 尊贵的神帝大人 不认识他这种华怪 会给你送这么贵重的礼 所以这一切 这个废物才告诉你 是他找人演的戏 当然是假的 别的不说 就说这云顶天沟 这是我伯父亲自自己监督建造 这是全市最贵的别墅 这是他给自己留着养老祝福 怎么可能会送人呢 敢猫上神帝大人 林桑 你知道该当何罪 姐林桑不是故意的 你们就饶了他吧 好大的胆子竟敢骗我 来着呢 手振他的腿给我丢出去 爷爷您就饶了他吧 我替他向您道歉 你居然还替他说话 我的老脸都被你丢尽了 你俩给我一块滚 明文不理了 小语我们走 等等 把你那坨人带上滚吧 借了找个神医 给这个丑八块治脸 爸 事情还没搞凶处 如果那礼物 真是神帝大人送的 到时候 东西没东西 人没人 我们怎么向神帝大人交代 宣武帝令 立刻召集全国神医 欺负江城为小语治伤 令 全力筹办会宴 三天后 我要给小语一场剩手 神帝有令 神帝有令 立刻赶赴江城 来人呐 立刻被记 随我到江城 参见神帝 神帝 神帝着急 对于一旦杂证 怎么能少得了老夫 喂 伯父 马上回家祖来 刚刚得到消息 全国神医 奉闻神帝之令 欺负江城 并全城征集灵药 我张家灵药众多 这个机会 绝不容识 全国的神医都来了 这神帝大人 究竟要是为谁治病 好 我知道了 这就好 老公 到底有什么急事 神帝大人召集全国的神医 齐聚江城 寻找什么名单妙药 这可是接受神帝的好机会 和这小小的婚礼比起来 别算了 不是我们的婚礼还没有办完呢 来来来 全国神医齐聚江城 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 来的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 平时我们哪有机会 见得着他的机会难得 唱啊 我就把我五百年的人生拿来 咱们一块去 一块去现场 爸 那人生可是留着 以后给你调养的 一颗人生 就能让我们及时大人物 换来我苏家的繁荣 这何人不可呢 神帝搞这么大人 这到底要干什么呀 学来就知道 天佑我苏家 让我苏家能够结识大人物 这江城都特别大了 都细数到达了 看来 这有个好几个人也就不晓得了 我的天呐 这么大的场合 我还没有参加过呢 来来来来 我告诉你嘛 今天晚上一定要注意 可不能再生出什么事儿 小阳 你还没有参加过呢 我再来 爷爷你们也来了 此次神帝这件事事 事关重大 我们张家怎么可能不来呢 而且这个场地 也是我们张家什么 我们苏家呢 可没有那样的端实 我呢 就有一颗五百年的人生 这还不知道人家喜欢不喜欢 怎么 老高 你这样的那麦不多 这次神帝大人 弄这么大的阵仗 他到底要干什么呀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而且 连我大伙也不知道 可能神力大人是给某位置心治病吧 哎呦 神机在京城还有置心 我真不知道 五星上将肖战虎道 奉上千年人参两株 上京孙家家主道 奉上雪灵之一株 我的天哪 来的这么多大佬啊 哎呀 业绩战神道 他真是业绩大人 神地大人此次召集众神医前来 是为了医治爱人的优伤 神地大人不方便前来 在此 我代表神地大人 感谢诸位的支持 神地的女人 哪家的不妙这么有夫妻啊 即全国神医之女 为爱人之品 人家给神地这样的人 一定是死而无憾呀 他们两个怎么上去了 你们两个想找死啊 快给我下来 废物 林霄 你怎么带小语上去了呀 这什么场合呀 这台景是你随随便便能上的呀 难道这就是神地和神地的爱人 这他们只会是废物 那丑八怪吧 今天这个丑八怪 扔着面纱 来 把你的面纱摘掉 让大家看看你的真容啊 哎 可千万别呀 这面纱又是摘下来 吓到了在场的大人物 这种地方 也是你怎么能随意宣话的 苏丽小姐 不必理会他们 神地大人白天送了聘礼 您收到了 聘礼 这些聘礼啊 不算什么 神地大人还要请全国最好的医师 来给你医治救伤 这点啊 老夫深感情 不是 神地大人都这么大的阵仗 难道是这个丑罚怪 难道之前那些聘礼 真是神地大人 信他 可是 我真的不认识什么神地大人 没关系 只要你能怎么办 神地大人对你好 肖大人 麻烦 麻烦你转告神地大人 就说 他的好意我已经心里 我已经有爱的人 所以 抱歉 不会吧 他居然拒绝了神地大人 你这个死丫头 你还知道你是谁吗 神地大人能看上你 那是你的福气 你 你竟敢扶你 小语 你发什么疯吗 你被神地大人看上 那是多少女人都求不来的福气啊 你这个废物 哪里比得上神地大人啊 妈 爷爷 我也是一个完整的人 希望你尊重我的废物 死丫头 你想气死我吗 如果你这个废物 你要成为小语后 你就赶紧滚蛋 赶个神地大人抢你 你就会把神地大人降罪于你吗 是 就不劳你操心了吧你 小将军 这事你可不能不管啊 这个废物 原来就是个老改犯 而且还冒充过神地大人 小将军 你一定要把他抓起来呀 没错 我也可以作证 你却冒充过事情 人家算什么东西 教我做事 是 江兰医生 中州药王 无名神医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三大神医 来了 接下来的治疗需要安静了 这些人扰乱会议秩序 把他们都够 进去 小将军 您兄 知道我们错了 您高抬贵手啊 我们就是来给神地大人 送上药材的 老公 赶紧让大伯帮忙出去请吧 这次机会难得 我们可不能这样 出去的呀 你说说说 他们都知道错了 你看 要不就算了吧 大伯 小军他们不是外人 帮忙 说两句话呀 你别拽 小军喷 我很接下来了 我 小宇我说过要治好你的脸 就一定会做到 什么什么真的不见了 零香 谢谢你 我 大半辈子被人当众赶出门 还是头一次羞耻啊 尸我那个缺心哑的死呀 放着神帝夫人不到 非要跟那个老盖犯在一起 真是太可恨了 看来我私家的崛起 还是挺靠两眼 小青 马上给张晏打电话 让他过来 看看昨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 爸 张范城的助理有助理来了 看来这张家 对我们小晴的婚事 还是蛮重视的 快请快请他进来 刘助理您来了 请求请求 审查 苏老爷子 根据我们家主的吩咐 这张阳和苏青的婚礼取消 所有的聘礼返还 那么之前的这份合同也就无效了 亲自吧 是的 我去 看我就先走了 哇 张家的聘是小事 要是神律大人让我们法官聘礼 那该怎么办呀 都有 我责买林秀 说人家送的聘礼是假的 我马上给村里打电话 那废物 谁是你送的 你说什么 你把那些聘礼扔的 你说是假的我能有什么办 扔了扔了 你不让脑子呀 与其大人送来的聘礼会是假的吗 啊 我 弄丢了神帝大人的聘礼 我苏家是彻底完了呀 你这个死丫头 你要是嫁给神帝大人 哪有这么多事 偏偏要嫁给这个废物 你家子都还惨了呀 放心吧 神帝大人不会因为这段小事 找你麻烦 你闭嘴 你算了什么东西 要不是因为你这个祸害 我们一家子 哪有这么多破事 现在片里也没了 张扬的好女婿也没了 一切都不好疼了 没错 千万的合同说没就没了 这个损失必须由你来偿还 明白 小语的脸已经好了 如果你想和他继续来往 就要证明你的实力 可以得上我们家小语 否则 你就给我滚出这个家门 哦 怎么证明 帮我苏家打下 还是深入的项目 这个项目是上京的孙家家主同志的 利润上十亿 如果你能拿下 就同步和小语继续来往 而且我苏家 还会把你奉为你 不行啊爷爷 这个江城的人都知道 海市蜃楼的项目 早已经被红棒的人看上了 谁去抢项目的话 就是跟他作对 你让林小雪 这不就让他去送死吧 别管住口 我连这点胆量和勇气都没有 我怎么不 怎么娶你 怎么娶你苏家的女婿 好 我答应你 我希望你说话算是小语 等一下等等 事情办完 小语才能跟你走 否则你想都别想 对对对 在项目搞定完之前 你休想让小语跟你走 小语你先待在这里 我明天办完事来接你好不好 小青 明天把他盯紧了 看他是不是到底去了 还是热露的项目部 必要的话 跟红帮你 这个废物 连着他 迟早都是个祸害 小语既然被神帝大人看住 就不应该和其他男人在来吧 只要我们为神帝大人保护好这份礼物 我们苏家飞鸿当大 指日可待 小语既然被神帝大人的 宝贝大人 对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什么 谁他妈吃了雄心豹子胆 感动我们红帮看上的肥肉 他人就在项目部中 你们赶紧过来 干什么呢 哪里来的不知道天哪地方 我们的项目是你说要就能要的吗 你他妈以为你是谁啊 项目已经念定给红包了 有胆子找他们 没胆 滚出去 我算看出来了 你是来找茬的吧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上京孙家的地盘也是你能来撒野的 真是个不知死活的 来人呐 把这小子给我收拾 然后扔 爷爷 我刚刚亲眼看到红帮的人进去了 加上项目本身的人手 这下这个废物肯定有趣 好 这下我就放线 爷爷姐 你们怎么能这样呢 我求求你们 你们就帮帮林霄吧 小语 这我就爱莫能助了 红帮里边 咱苏家可惹不起啊 姐 林霄 好歹也帮你做了三年的牢 你怎么忍心这样对他呢 张少肯定跟红帮的人熟悉 就求求你让张少帮帮忙 就让红帮的人放了林霄 求我 他那见不透的样子 昨天当神帝的夫人不是很风光吗 想让张少救那个废物 也不是不如 但是 求人要有求人的态度 你现在给我过去 我立刻给张少打电话 现在 可以给孙老头打电话 让他过来了吗 你不知死活的东西 你以为你惹了什么人 还想见我们孙家家属 龙镇 龙镇 来相互部一套 你怎么来了 就是这个小子 给我好好收拾他一顿 挖了他的屁 除了什么事我承担 小子 你以为你会点功夫 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吗 今天天王老子来了 也救不了你 整个江城 有谁不知道 还是神老的相互 已经被我们红帮内定了 我倒要看看 是哪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敢干吗 胡扣多事 谁 李先生 我不知道您在这里 多么多跪下 你们这是干什么 哈克是瞧你项目的人 去你妈的 你们 你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帮我们存查是什么 我们的项目是你们小城 你这就成绩想送人就送人的吗 正好 我们家在三家室里婚姻 还没有回上京 我现在就给我们家族打电话来收拾你们 喂 家族 我这里有些事情要向你回报 林先生 林先生 要不您先走 这边项目的事情由我们来处理 不用 给孙老头打电话 让我来 快走 林先生 实在是太过分了 出来 四老头 我要你海市圣楼的项目 你有意见吗 您 您是 林先生 没意见 当然没意见 您能看上我们的项目 是我孙家的福气 李先生 您稍等 我马上就过去 不用了 送到苏家去 让苏一起 好 小子 我现在能请你 怎么样 是贵 贵 看来你也没有很想中那个废物 也好 把那个废物处理掉 你就可以正大光明的跟神地在一起 我们在这里啊 你好跟着一起争争光 哦 不过 你要记住 是你不救的 还不是我 我 我会 我归 我如归 苏青 你找死 西林呢 你竟然敢打我 怎么没死在红包那些人手里 打你 你要再敢欺负小语 我让你后悔活 西林呢 你这个无情无义的渣男 你别忘了 老娘当年也是你的未婚妻 你现在有了新花 你就敢这么欺负我是吧 给我等着 喂张阳 有人欺负我 你立刻带人过来 别忘了我老公试试 随随便便一句话 只能让你回去 再做一辈子了 哎姐 你别生气 林肖他只是一时冲动 你愣着干什么 还不像姐道歉 就他 嘿 你够了 林肖 项目谈的怎么样 看你这样子 应该有所收获吧 海市市能的项目已经谈妥了 合同马上有人送 跟他废什么话 我指认合同 合同没见着 就等于没有成功 按照约定 小语他不能跟你走 现在 你自己滚出去 心里呢 无凭无据的 让爷爷给你打电话 你这不是害了我们苏家吗 没想到 你表面看着老实八交的 那天真家这么恶 我闭嘴闭嘴的是你 现在 立刻滚出苏家 没问题 反正事情已经完成了 小语 我去带走 小语我今天带走 我让谁敢来 阿姨 有我在 老公 你终于来了 这个混蛋 你敢给我打我 就我教训点 你以为我不敢 那我够了吧 小语 你俩的婚事 到底出什么问题了 原本不是好好的吗 是不是中间有什么误会啊 爷爷 这件事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好像 我大伯在社会上 听到了什么闲言碎语 说我得罪了什么 不该得罪的大人物 让我和你们苏家 乱去关心 今天我出来 孩子都都溜出来 你就说这一切跟这个祸还不关系 看着他真暗眼 你可找人 他请出去 哎 这个 爷爷 这个祸害 河头没有前程 两百红帽的人已过来 我们该怎么办 虎爷 孙总 海市山楼项目 就是这个人 自己要续的 和我苏家 可以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你们这群人可真是有眼无珠呀 您就是苏语小姐吧 不错 他就是苏语 他硬要跟这个废物在一起 已经被赶出苏家了 他涉及的所有事情 跟苏家没有任何关系 对对对 这一点倒过我 海市市楼的相簿合作书 小语 小语 让你签 签吧 哎呀 这竟然真的是海市蜃楼的合同 赶紧签了呀 这是太好了 这是孙总看得起咱苏家 我们苏家 一定不让你失望 这是给苏语小姐的合同 和你们苏家有什么关系 这都是开玩笑的 您千万别当这样 刚才我呀 就是考验一下我孙女的应验能力 什么他一个像 他一个女孩子家 不是 还是我们长辈 替他签了 不可能 这个贱人怎么会得到海市市楼的合同 难道是 那个废物真的还是犯成了 签吧 那现在也没有什么事了 我们就先走吧 等等 刚才张大少那么好好 我觉得有必要深入交流 一些 你别忘了 我大伯是谁 你大伯 张家有你这样的蠢货 就算他张半成亲自来了 也得替你跪地 不 你别忘了 我大伯是谁 我带走 放开我 放开我 承办成是谁 他是首富 小语 帮我 这海市线楼项目的 的确是一块柔柔的肥肉 如果那么多人都想要他 小语啊 这么大一个项目 在生意场上的经验不足 还是就给 一斤斤一斤斤一斤斤大 来 爷爷这怎么可以啊 小语 没有金刚钻就不要懒刺激活 你觉得以你的能力 能把这个项目做好 要不如让我来做 行了 小语 翅膀是不是硬了 连爷爷的话都会通了 不过还认我这个爷爷 那就照爷爷的安排去做 你这个爷爷 我认 啊 这份合约 是小语的 你们谁 放下 出口 这是我苏家自己的事 只要苏语一天还姓苏 苏家的人 就得服从我 苏家家族的管教 事与你 既然这个项目是神帝大人指派的 那就和你不关 按照约定 如果没有完成任务 就得立刻给我滚出 而且永远不得踏入这个家门 没什么区别 因为神帝就是我 我 就是神帝 你不关 你不关 说不来 也看了这是什么地方 再走我就报警了 就你这种垃圾 就应该在牢里待一辈子 不要我妈 不管怎么说 这个合同我们已经拿下来了 你们绝对不能跟他走 而且 这辈子我认定零箱了 绝对不会离开 这个臭丫头 你敢敢造反 他这个废物有什么好的 让你这么死心塌地的跟他 别别别 你干嘛那么冲动啊 好 让你走也可以 还是那句话 要配得上我们家苏语 就得证明你的实力 这次 又要走 苏语签下的这个合同 这可是一件大事 我们苏家要举办一场盛大的青工会 到时 我们会邀请江城的特界名流 和我们的青铜好友前来参加 你 不是自己是神帝大人吗 而且还声称 等是出狱的时候 扶张半长 复兴上将萧战虎 还有上京的 超级世家都来接你 于是一声令下 让他们到齐 是 证明你有实力 就配得上我们家苏 这我可就管不了了 他不是很有能力吗 所以这个挑战 你 还是不接 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不接 很好 开始行动吧 爷爷 让我们交一起 你你个死丫头 要走可以 何才留下 咱们已经人质疑尽了 最终关系是好是差 完全由他们自己决定 放心吧 只要他们不欺负你 万事好商量 我答应管你 那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兴奋的 万了吧 想吃什么随便点 这家餐厅菜品不错 看看 这个 他们两个怎么来了 张上 你认识他吗 华生辉我也认识 想个办法 找你让他们的 这样 您好 这个 这个 这些就够了 不好意思 我们这里位置已经被预定了 不好意思 这张桌子已经被预定了 这个已经被预定过了 那请问 还有哪些位置没有被预定 您对所有的位置都已经被预定过了 预定者优先这是我们店的规矩 二位如果不满意的话 可以去别的店 规矩 你个小小的服务员能立规矩 把你餐厅管车都给我叫 哈哈哈哈 这个规矩是我立的 那我怎么着 我真是小人多作祟的 看来昨天对张家取消资格的惩罚 你也不够吗 你是说 昨天我们张家被取消了神帝大人宴会的那个大人物是你了 你这是不是说话说的自己都信了啊 你也不看看 吃个饭都要被赶出去了 他说他是神帝大人 行吗 行吗 哎 站住呀 那我这那菜园子呢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你们呀 你们呀来我餐厅给我造成了损失 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应该 我 看样子对这种货色就有一个人看样子 十分钟 让张扮成我的剑 一个电话表上我打了 小子 你是不是 脑子坏的 中风啊 好 我就在这等着 我会不会来 不用了 十分钟之内张扮成来不了 张家 就没有存在的比喻 说你胖 你还真喘上呢 啊 啊 啊 要不是看在张扮成如此空姐 现在的你 已军失去尸体 你 简直胆大包天居然敢打张哨 张家人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救张哨 哎 这小伙子恐怕不知道张哨是谁吧 年轻其胜啊 可惜冲动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住手 哈 啊 嗯 无 啊 嗯 啰 嗯 哦 呃 呸 啊 啊 呀 呀 幾個畜生給我付准跪下 給林先生告歉大坡 你幹什麼呀 我是你的金侄子呀 告歉 求林先生的寬恕 否則的話 不要再進張家的大門 大坡 對不起再長看點 林先生 對不起 你當然有大量 大人不介紹人工 原諒我這一次吧 行了 下不為例 要不是看在你如此恭敬的文人 別說這個蠢 就連你們張家也會不負存在 是是是 我們回去 你好好管教他 也謝你的狂猛他倆啊 從後回去 給我帶到家裡好好的反省 未經我的允許 膽敢私下外出 我就打斷你的狗腿 來聽見沒有 什麼 送给我 可是这礼物也太贵重了 不贵重 不贵重 是让苏小姐我们看得上 我们增加所有的产业 这个选择 如果没有其他事的话 我们先回去 我教训这个错 所有的专业手续 我马上派人送我来 别怪我没提醒 要是再让我看见这个臭疯 天王老子都救了 事实下 这个不成妻的公子 给我回来 给我回来 行 我理解 但是下次不能再这样了 下去忙吧 你怎么学校我呀 爷爷 我经常在这家餐厅吃饭 那是当然的 他们怎么会在这 他们怎么来了 你们两个站住 就凭你们还想在这里吃饭 知道在这里吃一顿饭 需要花多少钱吗 我想上二楼 真是不是天高地厚 姐姐 你能不能不要一见面 就带有这么大恶意啊 我们只是来吃饭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闭嘴 我能不能当你来教训我 真因为拿到海市圣楼的项目 就可以膨胀了 只要这个项目不动工一天 你就是我们家里就废了 你 清理的 你居然敢打我 再敢欺负小女 让我借 打你 废物 你敢动手 你疯了翻天了 爷爷 我们也是来吃饭的 你怎么让我们走啊 因为我是这家餐厅的老板娘 我让你们走就得给我滚 现在 我临时决定再加一条规矩 就是丑八怪和老改犯不得入内 你们两个 合规定需要我找保安 逼你们出去吗 你是老板娘 那得先问问小语 关于还什么事 因为现在小语是这家餐厅的老板 你的意思是张扬把玫瑰餐厅转让给他了 简直华天下是大气 小语 你什么时候也学会满嘴大话了 我就知道跟着废物不会学好 你也不动脑脑子 张绍就算送人也会送给你姐 还轮不倒你 不是 你个小小的服务员 这哪有你说话的资格 你赶紧给我滚 我來吧 思維條姐是吧 這個餐廳要轉換魂了 先簽字 這怎麼可能 征揚真把餐廳轉換給他了 喂老公 怎麼回事啊 怎麼把餐廳轉換給別人呀 住口 你他媽在叫我老公 快被你這個賤人害死了 以後不要再給我打電話了 哈 你 小姐这是什么情况呀 需不需要我帮忙 没事吧 您先去忙吧 好那您有事随着打电话 喂 现在该管的人是你们了吧 你闭嘴 餐厅是我女儿的 她也是我的 还轮不上你个外人说话 小语啊 刚才你姐也没别的意思 别误会啊 反正这餐厅是咱家的就好 是不是又是神帝大人送给你 不是是因为凌霄 得了 又给这废物俩贴金 他有这本事 那尾巴早操天上去了 爷爷 让你让我这样 爷爷 够了 收起你的虚心假意 这个很不失的报告 你 你记住我们之前的约定 今天晚上的宴会 如果那几位大人物不来 你就从我的眼前修饰 赶紧把手机关了 这个餐厅 归我苏氏名下 爷爷 凭什么 凭我是你爷爷 苏家家主 为什么我跟姐姐受到待遇永远不一样 可能 大概是因为我吧 毕竟在他们眼里 你不应该和我这一无是处的老改犯 过去 可是你坐牢也是因为姐姐 他们不但不敢还这样对你 实在是太过分了 对了林小 你不应该和我这一无是处的老改犯 林老师挂索 首富张大臣为什么对你这么贡献 绝对不会是因为你救过他这么近年吧 好吧 事到如今我也不想隐瞒什么 我就是他们口中的神帝大人 连我拧 你要是不想说的话 我就不用了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就行 说实话没人信 我有什么办法 这份这么久饿了吧 先垫满肚子再说 林小 嗯 这辆劳斯莱苏是人家争首富挺在别墅里 咱们以后还是别开了 谁要忙都是送咱们的 以后随便开就好了 之他 Shall i Should be 呦 这不是咱们当年的班花 Sury implementing 好久不见啊 赵新雅班长好久不见 嗯 他们是我高中同学 赵新雅和班长韩城�� 你好 他 他现在还没找过 怎么 怎么能这样我说 人家呀叫做自由职业者 对对对 自由职业者 再怎么说呢 只要能养家糊口 就不错了 不像我们家陈坤啊 他现在入职了张家的产业 现在是张家的高管 你们知道首富张家吗 这家餐厅啊 就是他们家的产业 因为陈坤的原因啊 我们经常去吃都优惠不少呢 是吗 那挺好的 谢谢 谢谢 我 我就不用去了吧 哎不要多心嘛 就是普通同学会 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就当是给我一个面子 那行吧 不用了我们 我的意思是我们有车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这可是进口的限量版的 劳斯莱斯 价值两千多万 整个江城 也只有首付张半城 才有一辆 你们能买得起吗 我 这居然是真的 我 我 走了 小雨你在哪立刻回来 肖风云来了 肖风云 他去干什么 当然是找你了 记住 不要带那个废物 一个人回来 那不行 林肖正跟我一块 他要是不去的话 我也不会回来了 你个死丫头 如果不想让他出仇 丢人的话 你就让他来吧 林肖 这 没事 我陪你回去 那一会儿回去 要是发生什么事的话 你千万不要冲动 这个肖风云有很大的背景 不是咱们能够招惹的 哪怕首付张半城 在他靠山面前 都要客客气气的 哦 他靠山是谁啊 这么人 五星上将肖战虎 这个肖风云 是他刚儿子 谢娃 走 哎呀 我听说 你现在已经坐在了 军中统领的位置上 真是年轻有为啊 肖将军可真是慧眼石英才啊 受了你这么一个好意思啊 哎 这 呃 您刚才提到的 极北战王 是不是那个镇守北方兵镇十年 消灭了个力消耗 吃醇大老 正是 这次神帝大婚啊 事关重大 全国皆动 我这次回来呢 也是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顺便看望一下我意图 随后啊 我师父极北战王 也会将您将主前来祝贺 我的女人 用不着别人操心 他呀 就是让苏语毁容的罪魁获胜 但是不知道苏语是怎么想 不但不恨他 还非要跟他在一起 哦 对 这个人啊 也是刚坐完牢出来的老人份 他俩的事我一直都没有同意 小语啊 快来见见小统领 人家可是专程来看你的 小风云 好久不见 小语 小风云你误会了这个事不怪他 我的脸是因为旧大才受伤的 况且现在已经治好了 小语 我这经历是希望的 我找你更多年 你说他一会儿 你会这么多年 不错 为了这个废物 这死丫头 连神帝大人的表白 他都能拒绝 对 小语 如果家庭的神秘 你必须 你必须 如果你要是跟他 你不回来 你必须 现在我身为一方的女人 把联系 老员 再找你 和我成呈队的平台 在康征这的人 这犯征将军是必然的事情 谁 在公司 容称将军 我真是好大的口气 肖战伙知道你这么嚣张吗 我住口 你敢说肖子也这么好啊 快点道歉 就他 他配了 就算是极北战王 如此放肆 你放肆 敢敢直呼我干爹的大名 还敢冒犯战王的威力 你是在找死 但是你容易出货了 你怎么知道 你为什么 你一个位的人就在看了算 你别跟他人去 这位现眼的东西 你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呀 小语还愣着干什么 赶快答应风云呀 能找个将军做女婿 我们苏家也算是光宗耀祖了 你这死丫头 行了 这件事咱们下来做着她的工作 小统领 您刚才提到的神帝大婚之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神帝大人又找到新的神帝事 这个我倒不太清楚 不过神帝大人大婚的事情已传遍五分四 夜市四大战王和各地名流都给前来祝贺 我的天 四大战王皮俊 这是多么壮观的场面 可惜啊 我苏子是个小家族 没有资格看到了 老爷子 您放心 这次事关重大 安全问题是由我干爹全权负责的 带几个人进去 还是没有问题 看到没有 这么大的事情 风云随手就解决了 你这个废物做得到吗 看看 这个城市不足 拜师犹豫的东西 犹豫你的任性 我苏家回忆的 我该怎么办呢 怕什么 笑语还是慎楼楼项目在手 谁还稀罕原来的客户 让他们按照 合同约定 赔偿回约金就好 能好好解决我们自己流通困难的问题 不过他们四大户 我们三大户 到时候 在学术的约定 别说 我们三大户 嗯 你个不孝之女 你这是要害死我苏家呀 老爷子 这点事不至于吵 区区江城啊 就这么几家势力 到时候让我干爹打个电话 出个面我就醒学了吧 要我出手帮忙倒是几家 不过我看这位好像是有更大的问题 不如让他出面解决 别让我传统见识 你太给他脸了 靠他看我们苏家明天就不存在了 嗯 你像 你要成为我苏家的女婿 就要证明你的价值 如果你没有贡献 我要你有何用 如果这点小事你都做不好 你就不配了小语在一起 永远比我消失 啊 爷爷这你告诉住口 人不叫你说话 小语放心吧 如果这点小事我们的解决不了 我还有什么资格连行 查一下 苏家客户委约和云 让他们立刻回归 幸好我了解 要不然我们又被你骗了 行了行了 还是我来吧 让我干爹出个面 帮忙解决一下问题 喂干爹 苏家这边遇到了点问题 客户违约的事情 还麻烦您出手解决一下 闭嘴 苏家的事情不是你有资格参与 我离得越远越好 好好干爹我知道了 呃那就麻烦您了 门月 肖将军他怎么讲没问题 那个没没没没什么问题 好好啊 今天这事真是多亏了风云 要不然 这麻烦就大了 林肖 直到自己急急急了 是吧 可就是查局 这是我打电话解决 跟他有什么关系 姓您呢 你还在装饰吧 我这几天算是把你看透了 你除了会说大话 你还会做什么呀 别跟这种人一般见识了 小语我这次来还有其他的目的 同学会的邀请你输到了 我是特意来接你 邀请我接到了 我会和林肖一起去 你这死命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一起去正好啊 时间不早 咱们出发了 来风云那我们送你去 林肖 咱们开着这辆车去参加同学聚会 会不会太高调了 要不我们还是打车去吧 免得对他们说我们是故意炫耀 别人聚会都拼命先来 你倒好有车不开非打车 好 给你了走 这辆车本来想送给你呢 这辆车本来想送给你的 结果今天开出来试了一下 好像确实不太适合你分开 这样我让他们再给重新配 不用啊 去给小语配辆车 嗯 我们现在去水晶玫瑰餐厅参加聚会 就送到那吧 我 出的车 这辆车本来 苏语 林肖 你们可算来了 赶紧坐啊 我告诉你呢 现在苏语同学可了不起了 他现在开的 可是将近两千多万的 限量版 劳斯莱斯呢 你们说这也不厉害啊 两千万 这也太土豪了吧 哎 这是你男朋友吧 快给我说说是哪家好名的功夫哥呀 他 选过两千万的豪车呀 你们没搞错吧 我刚刚看到他 可是打出租车过来 打出租车 苏语啊 你们那刚才开的劳斯莱斯是怎么回事啊 肯定是租的呗 这年头租两豪车装面子 又不是什么新先生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我还真以为是麻雀变疯狂了呢 这做人呐 骗别人可以 就连自己都骗 那真是可笑了 人家想打肿脸通胖子 那又适合说的 哎对了 听说老班长现在是首富张家里的高层啊 这次聚会你们选在这儿 应该花不少钱吧 也没什么 这些啊对我们成坤来说 也不算什么了 你要是我喜欢这里的环境 所以咱们女的选男人 一定不能将就 不然啊 就连参加同学聚会 要让自己的女人打出租车过来 真是丢眼啊 啊大家都不要说了啊 这个人家林霄啊 刚从这个脑里出来 经济场稍微拮据一点也正常嘛 什么 这人不胆穷 竟然还是老改犯 李嘉 我们走 这种聚会不参加也不 哎小语哎别走开个玩笑别生气 啊咱们以后都不准提这个事的啊 咱们既然人都到齐了就上菜吧 各位咱们老板消费了 你们尽情是说今天这个消费全部免单 这家产品啊是专家的小铁 肯定是看在我们成村的面子上 才给我们免单的 老板长这面子 其实也好 替我向你老板问好 我们一会啊我亲自找他喝酒 哎新雅老板长这么好的男人怎么被你给拿下了 要不你让给我们 只要他答应我没问题啊 不过啊 我建议你啊他是跟乡少爷肚点信心 他现在 可是一方的统领呢 前途无量吗 是 姜绝 小少你也太厉害了吧 哪里哪里 大家都一样都一样啊 哈哈哈 哎 就是可惜咱们苏大斑花的眼神不太好 放着这么好的萧萧也不珍惜 非选择了斑花脸枣 所以说这人呢还是要看命 这眼带长得再好 有什么用啊 说不定人家就喜欢后终于这眼睛 不管怎么说 今天我得跟萧萧红花了 哇那来一个豪车 要不咱去看看呗 那人物来了 这一辆车随便都要六七百万 随后我只会更进一步再说 为什么要随后啊 也就几百万吗 我现在就想要 灯笔子上里 赔脸不要脸的吃吧啊 六七百万呢 那我现在就想要 你拿出来给我看看 老板长啊 琴雅就是开个玩笑 何必当真吗 小语 只问哪两个 我给你买 不用了 我要是想要的话 林萧会送我的 就他 这是您的车钥匙购车合同 这购车合同 我看又是租车的把戏 真的是购车合同 还还都是全款 老板明点那些菜都是上去的 我看又是租车的把戏 老板 这是不真正常业吗 赵小姐今天是你的首付张总 亲自到店 签订了转让苦痛 现已将水晶美费餐厅 送送给徐小姐了 什么 看了 真是太投入了 一个老改善 刚刚从牢里出来 怎么会这么有钱啊 直接送出了一辆豪车 新娘 我放弃问的话 购车合同是这样的 当然 我倒是希望他是假的 这购车合同是真的 不过 未必是那个老远案子 陆宇拒绝神帝大人的事 你们都听说了 我觉得这辆车很有可能 就是神帝大人 什么神帝 这件事涉及神帝大人 我也不便通过 不过我相信 神帝大人 是不会行李放过你的老远案 搜索 搜索 这次回来待几天呀 等忙完之后 在家稍微休息几天 然后顺便把天宫别墅的房子 整理这 天宫别墅 那可是天价 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 特别是楼王云顶天宫 我听说 那是咱们江城最豪华的约束 只可惜 不让外人进入 否则我真想去看看 到底能豪华到什么程度啊 我倒是 有幸 请你来观看我几次 这样吧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带大家一起去参观 咱们那太好了 咱们吃完饭就去看看喽 行大家吃吧 后面说 她说依然打赏 胡 4 也打赏 适合 你准备怎么办 早点化症到 job 不是 他们在咱们家门口的 我可是 你们俩不是�hem andare 人家就在这里 为什么錄我 宋远 居说 你祇里 在这里啊 你知道这里的房子 多少钱一套吗 而且啊 这里只有楼王云顶天宫 你家是云顶天宫 不觉得很好笑吗 真是可笑 欣雅 人家可是有神帝大人 坐靠山 一套房子算什么 不过啊 咱们女孩 还是要节身自好一点 别坐那脚踏 两条船的葬妇 接受人家神帝的礼物 还跟别的男人搞在一起 也不怕神帝怪子 死老改犯 竟然敢打我 林笑 你放肆 来人 我哄出去 山上 你们还能接电话吧 什么 你们敢让我走 定不行 我马上给你们老板打电话 让你们卷配混蛋 不好意思 小上 今天就算是首付张曼陈老先生 第一次来了 你也必须走 姓林啊 我承认 之前是小看 但是这个别墅你进不了 云景天宫 可是守护老总亲自要住的 你进不去 爷爷的青红业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确定 那三位大佬能到场 放心吧 我保证 今天晚上会堂堂正正 把你先塞进 你 ORP 让他们 Ryuk 你们关 LY 我给你 整由我大板 我 inten 说 这么大一块肺肉 苏家如果吃腻了 可別忘了給我們送杯羹啊 忘不了你吧 哎大下舉杯啊 開心上臉恭喜啊 爺爺他們怎麼 這個他還真可憐 是吧嗯 是前五本約定 你還記得 當然通知了他們嗎 通知 你以為你是誰啊 龍一樣的東西 你通知一生他們就回來 既然人沒有到 你倆就給我在這兒等著 等他們來了 爺爺你怎麼這樣 慶功宴剛剛抬水 連蕭皮什麼不能進來 你給我注意 沒你說話的 你們丟進 就往這個前面 十分鐘之內 如果人到 你幫他 聽到了 十分鐘 要好好把握 這時間他到了 我們該怎麼辦 不用急 雖然規矩是他這個 但該怎麼玩 就由不得他說了 林楊 這十分鐘可到了 這十分鐘可到了 人呢 竟然不說話 這十分鐘也太短了吧 要不 您給林楊再多一點時間 就算我還十年的時間 那有個 放下那 承認自己是個廢物 我那麼 朋友們 安靜一下啊 我老夫 你一件事嗎 就是這個人 就是這個人 他一直在纠纏我的孫女蘇家 於是呢 我倆就做了一個約定 在今晚的宴會廳上 他能夠請來 幾位重要的客人 如果他能請來 我就同意他們 繼續教我 否則 他就永遠不要想踏進我蘇家的家 很可惜 他沒有做力 所以我去賣他做任了 以後 他又再敢就敢出於 我做你的 我蘇某 做不出任何出口的事 爺爺 你怎麼能這樣呢 老爺子 這就是你的不對了 咱們的約定限定的是整個慶功會 可沒有具體的時間 只要他們在慶功會結束之前到場 就算是完整 這樣 未免太心急了 你滾住口 在我面前 還輪不到你十手跨進 你 立馬滾出去 苏老爺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千萬別動我火氣 但是 我倒挺好奇 能讓苏老爺子邀請來的人 是什麼神 五星上將 蕭戰 全城守護 張伴主 上兵世家 孫家主 人家 負責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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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這要求的是誰 只要是答應 去 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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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他們再來的路上馬上 看都沒有 這種死壓著嘴硬的人根本不值得同事 爺爺 求求你 我們就給林宵多一點時間 他一定能做到的 是到如今 一個是對那小的車的決定 這種家庭在一趟 跟他一段混蛋是在我們之間 海市蜃樓向盤了 這恐怕才是你真正的目的 閉嘴 先敢這麼說一 所以你不如緊密 就是為了這份合同 誰讓你這個不受不救 我不想養你這麼多年 況且 我給你了兩條路 你可以自己選擇 自己選一 你這個不受不救 今晚我都不應該 別扯那些沒用的 乾淨把這錢了 以後這個廢物 是哪裡再也沒有人管著你 等等 我還沒同意 姓林的 想幹什麼 難道想反悔不成 你行 你就讓我簽了 我實在不想待在這 不 聽我的 有些東西我們賭 他們可以 我們不給 誰也不能搶 他們可惜 要要看看 多大的能幹 來了 我給我收 當然 我被人 請先 出了事 大事 老頭 你應該清楚 今天的慶功宴到底該祝賀誰 你們誰要再敢威脅小羽一下 我保證 海市蜃樓項目立馬現在作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海市蜃樓的效果是神力 賜小羽 和你有什麼關係 你還拿神力來壓我 只料是小羽簽的合同 就算是神力達人知道了 差點會不會 是嗎 那我現在宣布合同無效 又在這假裝什麼 你這個廢物腦子壞掉了吧 那我能換點心法 什麼 啊 有什麼 好 啊 我 我手 閃心 哈哈哈 這已經簽了 現在你們就算反悔也沒有用啊 哈 有了這海市蜃樓下 以後我蘇家 就可以飛黃騰達 小羽 以後所有的這些項目 由你來全權負責 嗯 放心 我就不來 恐怕你們高興的太早了 孫總 您來了 孫大雅主 您竟然有了 如果我們不來 怎麼發現蘇宇小姐瘦了這麼大 蘇老頭 您可真是好棒的膽子 連我們孫家的下午都敢自蹲 是這樣 您聽我解釋 我不清楚 還記得我當時來的事 和龍正說的話 這個項目只能由蘇宇小姐負責 負責 項目就消 這事 確實是老夫考慮不中 是我錯了 這就把河頭銷毫 不應該跟我道歉 你應該跟蘇宇小姐 那你別 你別往心裡去 爺爺 你真是在幹什麼呀 這本河頭小羽已經簽了點了 是具有法律效益的 您這樣做 我們之前做的次不都滿賽了 別說 這是我恨子 這好 讓您解釋 您得高望重 能大驾光臨 到我蘇下來 這可是澎閉生活呀 快上座 不用了 我是受神帝之説 而來 神帝大人的懲罰 終於來了 看你這個廢物 被我怎樣的悲慘下場 森大家主 我事先聲明啊 這廢物 和我蘇家 可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況且 我們蘇家 努力了 這小子 蘇宇 小羽就是因為這個人 才拒絕了神帝大人 如果有可能 這神帝大人 真是 你能把這個混帳的東西 給解決了 你 你在教神帝做事 孫 孫老總 這件事情跟明霄沒有關係 如果神帝非要怪罪的話 就怪我頭上 孫小姐 您誤會 我們不是找黎先生麻煩 黎先生 之前事情有點耽搁 來遲了一步 請見戀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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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趕在宴會結束之前到上去 不算太晚 孫老爺子 你說我說 你說我說的對嗎 不 以後 他畢竟是我爺爺 算了吧 雷先生 雷先生 如果子弟沒什麼事的話 我就先告辭了 如果再讓我知道 蘇宇小姐在這受委屈的話 那你們整個蘇家 就不用再存在了 哼 孫若 孫家主都已經來過了 那林霄 是不是就可以證明自己了 安家一路 你們就不能再阻止我和林霄的事 你可笑 愚蠢 你以為剛才來的孫大家主 是給我賀喜的 賀喜 這方明就是打臉 蘇宇 你現在長得 那倒是吧 都不把我們蘇家人放在眼裡了 既然讓外人們羞辱 到底安的什麼居心 姐 爺爺 你們誤會了 我沒有 你搞住口 你們倆也真夠祸當 就給我生了這麼一個不情無意 是得還外的東西 你看把爺爺氣成啥了 剛才來那個孫家家主不是也說了 他是受神帝的指派來的 他跟這個廢物有什麼關係 而且太熟了 這個邀請要三個人 他還不來還是一個人 只要有一個人不來 那這個廢物的約定 他就不算住 你們為什麼要這麼對我呀 為什麼要為難我們呀 難道 我在你們眼裡 就只是可以利用的工具嗎 這是一塊錢 這還不是你自己做的 小雨 你放心 能來一個 剩下的我就都會來 我保證 今天 會正大光明的帶你來 大人不慘 人家江首富分分中間都有金金白銀 蕭將主位高尊重 降職 怎麼不理你都行 來來來 你告訴我 你心不冷了 不要害羞 你這麼高 怎麼可能又來一趟 怎麼可能又來一趟 伯父您好 我是張陽的伯科技師師姐 您來走 請問請問 你去留經理 據我所知 張陽眼睛給你退後 這話家主 您可是大稀客呀 我老夫沒能出門遠迎 往一失敗 孫高尊 孫小姐 恭喜你拿下 還是甚到這個像 相當 把禮物送給 孫小姐 這是我們張總 為你準備的禮物 卡里有五億現金 祝您開工大吉 一切順利 什麼 五個億 孫老婆 這個禮物 也太多了 無可說不起 孫小姐 放心 你肯定受得起的 您是不是嫌疑太少了 那我就再追加我意 不不不不 哎 這是人家的一片誠意嗎 屬下吧 屬下 張老公這個錢就算我借你 等隨後項目開發成功了 我會領免代理還給你 那就不用了 只要能幫上蘇小姐的忙 是我張某人天大的福氣啊 好了 要是沒有其他事的話 我們也先走了 小雨這筆金額太大了 我先替你 媽 這筆錢是作為投資項目啟動資金的 你絕對不能動快還給我 哼 老娘養你這麼大容易嗎 你現在有錢了 你該孝敬孝敬孝敬我們了 剛才那個張老總不是說了嗎 還追加5個億 關於你那種開發項目的錢 你在問他要嗎 媽 你怎麼能這樣呢 你如果要錢的話 我把玫瑰餐廳的利潤給你就是了 那這筆錢你絕對不能夠 你那芝麻雷豆大發我呢 我啊就要這5個億 你把這錢給我 以後你跟這廢物之間的關係 我就不再阻止了 你 你 蘇宇 媽說的對 百姓效為賤 用你這條錢享受享受怎麼了 小羽 區區五個億而已 給他就給他吧 就當 大發叫花子混賬東西 你媽誰是叫花子 他區區五個億 心裡的 一口都怕連疫情單位都不幹 這不是五錢五萬 這是五個億 我們要是給我用來投資項目的 現在被他們搶走了 我拿什麼開發項目 二月放心前瞻有的是項目 交給我了 你這個頭腦會說大話 跟著小羽仰仗神帝吃軟飯 你說你還能幹什麼 為了 這包 拿過來 小羽 這五個億可以換 但是是一個 方式 你這是什麼意思 這意思就是用這合一 參加海市聖龍的情報 等相簿完成之後 可以 爺爺 你這是想用我的錢 去抓你笑我分紅嗎 不 你說什麼 都是一家人分那麼清楚 你的就是我蘇家 他算是看明白了 本來以為搶搶就夠了 沒想到 還有更不要緊 這張豐手套白狼 我 一定不把你 別在我面前一老漫 看在小羽的份上 我追出你生老別子 不然 追 可以在我面前四個 你要騷擡 騷擡了來人呢 給我把那小子給我轟出去 那 畢竟是我的 住口 你這個小賤 你還知道喊一生爺爺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們今天來 就是要欺負爺爺爺 能不能 你這點 我哄自己 爺爺 你們之間的約定還沒有結束 為什麼趕不出去 還在幻想 能夠完成約定 只要不是個腦殘 都冷 前面的那兩位大狼 在設計的面上才來的 真以為這個廢物 三位 新公宴快結束了 要是武器上將 敲將之一還不來 也沒有錢 你們就死了這張心吧 我的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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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雲大人 您來了 太好了 快請坐 其實今晚邀請了 乾爹是打算過來 可是我師父吉北戰王 突然降臨江城 他們二人正在商量 神帝大人大婚的事情 所以就幫我送他住 基本上我真要來 這神帝大婚之事 的確實管重大 可不你為我蘇家這點小事給耽擱了 所以 煩起風雲 你也不想讓你大婚的大婚 呃這次來呢 我乾爹何師傅 分別準備了一點微薄的賀 讓我再為主張 呃這兩張卡里呢 分別有一千萬 雖然錢數不多 但也算是二老的一番心意 別提清了 這個足夠多了 足夠多 哎呀 能得到二位大老的賞賜 那我蘇家的本上 真是 有光了呀 嗯 呃 正常人 高阿姨別這麼說 這人各有志嘛 有可能小雨是被某些人設計的假象所瞞弊了吧 這龍和蛇本來就是兩個事件 他們假象戳穿了 蛇就會慘死 你说呢 啊 咱們的法律 這怎麼回事 還不是因為這個 竟然感覺爺爺懂什麼還沒有教訓 什麼 你居然敢打老爺子 看樣這三年的老改沒幫你點到 真是無法無天 今天身為一方統領 我就要好好教你 教著你怎麼做人 小風雨你不要衝動 這件事情有誤會 有什麼話你就好好說 這給你不得讓你打 好教訓哥 你要是 就好好看 感謝風雨大人 這小廚上我已經忍他很久 這簡直有個比吃得好 老怕我們就要做事 會有點太過分了 不算什麼付錯 不就是替小情做三年牢嗎 能替小情頂罪 那是他的福分 正常這種賤奴隱就是該打 不然他都不知道自己想什麼 我身為一方統領 對付你這個垃圾 現在給你機會 道歉 離開小里 否則你不但要受皮肉 下半輩可能還要在牢裡 呀 這怎麼可能 什麼情況他竟然等不過消少 常常一個狐狸就這樣 你也接我 我這怎麼可能 你一個普通人怎麼可能這麼厲害 無所謂 拉起 基本上 廢 你 你敢別排我老師 別排他 就等其他 還 一上 就讓你再收起 瘋了瘋了 這混帳簡直是瘋了 有點滿理就無法無天了 新琳呢 剛剛這一次我都錄成了 如果極北戰我們知道 怎麼說 你猜你會有什麼樣的價值 別說是極北戰 就算是四大戰盟齊俊 他們也想浮世 一斑 等等 你 這票是要的 你得站好呀 這票是要的 那條刑是要的 你得站好呀 乾爹 師父 就這個人 他最大恶极无法污天 快把他抓走 林霄啊林霄 这次看你是怎么死的 林霄 你的死气到 敢强小语敢打我 今天就当是天官老子来了 也救两名 两位大人请息怒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跟林霄没有半点关系 小语 你放心吧 你自己的事情自己能解决 他们不会帮我走了 林霄 能不能收敛一点 我知道你在这首个招牢 但是那又能怎样 这个世界不是有钱就可以 你竟然打了一方统领 如果你再被去抓去坐牢 或者有什么三长两短的 你让我在外边一个人怎么活 林霄 你连行的时候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 我只是不希望你有事 我们平平安安的生活 不好吗 现在正好坏了 晚了 对不起 都是我 但是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自己的生活能解决 喂 听说你们要找我麻烦 他林霄又心动 喂 干爹 他他就是个劳改犯 你怎么对他这么客气 找一张怪事吗 来 我告诉你 我 知道他是谁吗 还是你惹不起的人 快点撒跪 有钱我 这 我 让你跪就跪你 费什么话 之前的事 是我不对 对不起 林先生 这个废五星刀相 你看 在里面书买 看来 你收徒都也过 不怎么样 啊好的林先生 我把他带过去严加管教什么 林家 你到底什么人 推什么 我就是一个刚出一个老赶 啊按照约定 三个人已经都来过 现在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爷爷 你这是反悔的吗 对不起 又是选择 难道在你们眼中 我就是一个工具 可以随便处置的吗 从小到大 你们什么时候考虑过我的意见 什么废话 失去失留 快说 我跟你 今天我这老脸 真是丢劲 你知道结果 会是这样 三个大老 竟然真的都来了 我看那个废物的那个态度 好像还挺害怕的 有没有可能 那些大人物 爱与神帝 对小李子态度 所以 不敢得罪 混蛋出去以后 这一切好像都变了 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 准非偶然 难道这个废物 真的有其他身份不成 是我错过了什么 要查清 林乡 现在该怎么办 虽然喊是圣楼的项目 给了咱们 但是那五亿资金 被我妈拿走了 咱们现在没有资金启动 按照合同约定 到了期限还没有动工的话 咱们可是要负违约责任的 不用担心 钱的问题在你老公这儿 就不是问题 瞎说什么呢 我还没有答应给你见我 这是什么 这个不会就是你说的银行卡吧 没错 就是银行卡 顶级黑卡 全国各行朋友 世界 仅有留伤 少在这儿骗我 别打岔了 我刚才说的问题 咱们的确需要 赶紧想办法解决 不相信啊 走 我带你去尝尝见识 李先生 不要开玩笑 请出示证件 这张卡就是证明 抱歉 我实在认不出这是什么银行卡 提醒一句 这里不是随便捣乱的地方 如果没有业务的话 这卡啊 再在这里纠缠 我就要叫保安了 如果你确认 这的确是银行卡 请到普通柜台 还对办理 就怕这普通柜台 没有资格办法的业务 我就说这张卡不靠谱 算了吧 我们就去试试 谢谢 林响这怎么会事啊 不用担心 就是这普通柜台的机器 没有资格验证我的黑卡 一句话 这级别达不赛 這這這這貨 明笑這張卡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不然等警察來我們就慘了 這麼大的銀行 總得有一個失誤的 怎麼回事啊 這張卡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不然等警察來我們就慘了 就說你沒事吧 你的好 我要你沒問題 你這樣你就跟我走 你怎麼走 你不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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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你走 你走 小的不知道您大驾光臨 还请受怠慢之罪 你认出我来了 小黎知道您身份特殊 不亦宣扬 刚才在外面不敢相认 很望神帝大人不要见怪 行了起来吧 我呀就是正常来取点钱 你把我卡里画出十个亿 弄到一张新卡 是是我这就亲自给你办 林笑你老实告诉我 你到底是什么人 随随便便就能拿出十个亿 就算是首富张曼城的私生子 也做不到啊 说了你又不信 不信你又不停的问 女人呢 你到底说不说 全当我暂时保密 等到明天咱们婚礼上 你就会知道一切 喂林笑现在有空吗 我想跟你谈谈 没空 喂林笑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跟你好好谈谈 毕竟我们曾经也在一起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林笑 你恨我吗 恨 倒不至于 只是不至于 如果患的是我 也一定会很生气 不过 如果我说我现在会得起 我们还能回得去 不 如果说你今天来只是和我说这个 那我们可以走 我还能不能成员 迫近不能成员 我今天来作为一件事情 看在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的份上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到底是什么事 明天 你自会去 风云来了 那个神力大人的婚宴马上就开始 小语快走啊 哎哈哈 不用了 我要等林笑 等那个废物 没有你 谁认识那废物是谁啊 那个废物人参加神力大婚的资格都没有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废什么话 光源直接跟他算 好 你好 现在 走 小种 有什么事 你怎么来了 有什么事您吩咐就静 这种粉丝 你们这是住�ущ Sunday 去參加神帝婚宴的婚宴 你去參加神帝婚宴的婚宴 你以為我是瞎子嗎 敢這樣對蘇伊小姐 吃了損心豹子的 葉希大人有婚 我做錯什麼了 錯在 你沒有資格來請蘇伊小姐 還有小雨這個稱呼 是你最小的 如果你不服氣 隨時讓你的老師 擊北戰王來找我 蘇伊小姐 我是來請您參加神帝婚宴的 請不用了吧 我還是等林霄過來接吧 哎呀 你這個死丫頭啊 能讓神帝大人來親自接你 這是多大的榮耀呀 趕緊去呀 蘇伊小姐 林霄她已經過去了 就等您了 方月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神帝大人不是已有心慌 為什麼還讓葉希戰神來接小雨呢 就是林霄那個廢物 沒有小雨在身邊 她有什麼資格參加神帝婚宴啊 那個姓林的今天最好能來 我要好好羞辱她 然後讓她死在我面前 林霄 我倒是要看看 你那隱藏的身份在這種場合下 還有沒有作用 等一下 什麼情況 今天不是參加神帝的婚宴嗎 他們怎麼都到咱們家來了 還有什麼能比在江城第一豪宅 舉辦婚禮可有面子的事兒 你意思是說 神帝把婚宴是在咱們家了 進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請吧蘇宇大小姐 今天你可是這兒的女主人 我以為這廢物真有參加神帝婚宴的資格 原來就是個看門的 哎呀這就是雲頂天宮啊 一般人看一眼都難的地方 神帝竟然在這兒舉行婚禮 哎呀我要是能在這兒住上 那我得多幸福啊哈哈哈 這種地方 恐怕也只有神帝這樣的人 才有資格住吧 小月你你怎麼坐這兒了 咱們沒資格坐這兒快到旁邊去 林霄讓我坐這兒的 再說了這不都是空面嗎 隨便坐就是了 那個廢物他懂什麼 他只是在害你 這張桌子擺在中間是主座 是神帝大人的專屬啊 蘇宇小姐您不用挪動 這就是您的位置 那我們也坐這兒 反正都是一家人 不行 你們不能坐在這裡 請去其他地方 我女孩都能坐這裡 我為什麼不能坐這裡 神帝大人真是的 考慮問題一點都不周到 你敢質疑神帝大人 不不不不不不 我就是這麼隨口一說 我沒有這個意思 小語快幫我說說呀 算了吧 我還是跟他們 一起坐到別的地方去 蘇宇小姐 如果您親口同意的話 他們也可以坐在這裡 那不就得了嗎 對 別人看不來的眼光 你做這麼很多 小語啊 你當時就是不拒絕神帝大人 風雲啊 我沒有別的意思啊 我是想說今天啊 多虧了你 要不然我們啊都進不來 蘇宇啊 怎麼沒見劉蕭仁啊 林蕭不是開門的 他是他是什麼 小語啊 你這幾年在家裡待著 大傻了吧 老是被他騙 你知道我們對你有多麼好 哈哈哈哈 那多看門狗 看門狗就來了 小語 戴手看看 好 你怎麼看 不錯挺好看的 等一下 這是什麼 還記得我們說的話嗎 三天後要給你盛盛大的婚禮 一望就是今天 我記得啊 你說三天後舉行婚禮這話 婚禮在哪呢 啊 你不會是用神帝大人的場地吧 姓林的 你還真是讓我見世面 沒見過這麼不要人 連結婚都要蹭別人的心 真可笑啊 有人現眼的東西還不快快 林蕭 我不在乎什麼婚禮 這是神帝大人大婚的地方 我們千萬不敢 放心 不會有事 一會兒給你一個天大的驚喜 等著 等一會兒我師父和其他三大戰王到了 就是那混蛋的死心 你不敢 今天有神帝大人在 你們誰可以萬來 神帝大人搶女人 神帝還會幫他 當著這麼多人的面兒 還正與協調的錢 就算是神帝偏袋女 合作為故事王戰 你 你們 別想 咱們趕緊走吧 他們要對你 他們想怎麼樣 放心吧 他們什麼都作為 大言不殘呢 也不看看你現在做的是什麼位 怎麼 有什麼問題 真是不知死活的東西 你做的是神帝大人的主意 坐在這就是死罪 林修 這可是神帝大人的位置 你今天死定了 林修 你起來啊不用理他們 這就是我的位置 你的位置 因為你是神帝 五星上將修正虎道 現在就算你將作為別忘了 神爹 放死 這裡的位置也是你能做的 滾一邊去 神爹 放死 這裡的位置也是你能做的 滾一邊去 神爹 這 這是神帝和四大戰王的位置 你也可以坐在這裡 找死啊 要好好懲罰這個人 這個人做了神帝大人的主作 我啊 怎麼回事 怎麼這會讓小羽上台 該不會是前一段時間 因為小羽拒絕了神帝大人 神帝大人讓他上台羞辱他吧 讓你去你就去 林修 那個窝囊廢 你連自己的女人都保護不了 還說自己厲害 怎麼 這會說 這會是神帝大人 你 你 業績大人 是不是神帝大人有什麼誤會啊 我已經跟他說過了 如果神帝大人要怪罪的話 就怪罪到我頭上 跟他們沒有關係的 蘇玉小姐您放心吧 絕對沒有什麼誤會 您安心等待就好 我還不愁慌 林修 他上來幹什麼 難道 真的想蹭神帝大婚的場地 給小羽成婚 知道這個婚的回城市 不急 任正 他越 日月大 下了 更慘 林修 你的真面目終於要露出來 我你怎麼上來了 不下去 別動 這個 是我給你親手挑選婚紗 快去試試合不合適 去吧 他竟然真的要舉辦婚禮 回照 小羽本來就是我的 兄弟 你別高興的太早 一會四大戰王來了 讓你好看 吉北戰王道 師父終於來了 這個廢物怎麼還不下來呀 他的生死無所謂 連連小羽可怎麼辦呀 東海戰王道 那個廢物還不下來 你找死嗎 西北戰王道 南丸戰王道 我的天哪 又來了兩個戰王 哎呦完了完了 小羽跟這個廢物這下徹底完了 好啊 四大戰王齊聚 這下就算你現在下來晚了 今天天王自來也救不了你 方園 你可要為我私家作證啊 千萬別讓這個廢物連累了我蘇家 放心吧 接下來就是大快人心的事 師父 徒弟有一事比 這個惡徒 仗著自己有點武力 四處作惡 徒弟 徒弟不是他的對手 還請師父 出手拿下他 讓他不要再四處作惡 戰王大人 我要做這個 就是這個人 他不但隨意上任 而且還搶走了我的孫女 讓王大人 作證 來救師父出手 鎮壓惡徒 涅章 然以下半生 污衊神帝大人 罪灾當死 師父 我徒弟連神帝大人的面都沒見 怎麼可能污衊神 參見神帝大人 恭喜神帝大人 金魂大喜 糊塗 來 Milan 月亮我們永遠無數 神帝大人一直在我們身邊 我們竟也不知道 瘋了 等一下 你真的沒騙我 你真的是笑語 你是我最爱的女人 我怎么会骗你 你等我一下 原本不想和你一般见识 既然你执意找死 那我就成全了你 你这样 郭辉军 明日明正见星 神帝大人 我教徒无方 与你也做同罪 还请神帝大人责罚 算了算了 无知者无罪 所有事情 都不愿意 小语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你再开始 我要让你 享受一世繁华